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您好台北市要来看看这个礼拜台北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好,我是张宁,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当然要关注到的就是疫情啦 疫情大家都知道现在非常的严峻,而且每一天状况都不一样 台北市政府也在每天下午3点半的时候也会举行防疫记者会 来跟大家报告目前的最新防疫措施还有最新的疫情发展到底如何 那么在21号的时候也首度公布了各个行政区的确诊人数 前三名分别是万华区有312人 第二名就是大英区有78人,在内湖区则是有51人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表示说了 从数字上来看,除了万华,各区都还算是蛮平均的 也因为每个行政区都有病例,所以他认为说 现在不要去做医调,应该是要假设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有感染 然后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降低活动防止疫情扩散 另外,北市府也持续的成立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 一直到21号已经成立了4间,提供超过350个房间安置快筛阳性的民众 在后续将会持续调度并且辅导旅馆,成为加强版防疫专责旅馆 而为了让员工们都可以安心的同入防疫工作 北市府也宣布将提供专责旅馆从业人员每个人每天2000元,共14天的津贴 再来,疫情延烧到现在都没有任何趋缓的迹象 所以为了方便掌握确诊者的足迹还有座异调 现在不管到哪里都要进行实联制 包含了搭捷运,搭小黄还有搭公车通通都要 而目前台北捷运也分别像台北市政府还有中央来申请了MyCode 跟简讯实联制QR Code双轨并行 MyCode就是可以针对没有手机的民众扫描身份证条码 来补足简讯实联制民众必须要有手机的限制 另外配合了市政府的规划从5月23号开始 台北捷运各车站还有所辖地下街 台北小巨蛋、儿童新乐园以及猫空缆车等等 将会在各个相关地点贴上简讯实联制QR Code 鼓励民众使用 北捷也再次呼吁大家使用电子票证搭车的旅客 要赶快到各个票证网站来拜你敬名 不但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安全 很多民众到了公园里头都会来喂食野生动物 会造成某一些物种大量繁殖 进一步引发了环境上的问题 那么为了要遏止这样子的行为 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 只要民众被发现在公园里头喂食野生动物的话 就会被开罚1200元到6000元的罚还 青年公园主任就说了 有时候志工会看到民众把面条放在了草地上留给松鼠吃 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对的 除了造成环境问题之外 对于动物本身也会造成影响 会使野生动物丧失求生的本能甚至生病 而在6月1号开罚之前 有缓冲宣导期 在公园处已经张贴了公告加强宣导 并且请驻警队还有管理人员 到5月底之前 在巡逻时对园区里头的民众 提醒公告内容还有罚则 要是能发现民众违规的话 将会开立劝导单 提醒大家 卖勾位啊啦 又到了台北福利社的时间 要来看看这个礼拜有哪些资讯 要跟大家分享吧 首先就是台北市瑞光社会住宅抽签作业 在19号下午3点钟完成了公开抽签作业 这次的瑞光社会住宅交租 总共收到了5601件的申请案件 整体中签率大约是6.9% 抽签过程全程直播 而抽签的结果也在20号晚上10点钟 在都发局的网站上公布了 都发局也进一步的说明 后续将依照抽签的结果进行实质审查 合格的人就会依序通知看房子还有选房子 而要是申请时相关的文件没有备齐的民众 务必要在期限里头完成补件 要是逾期的话就会丧失配租资格哦 还有引领疫情的发展 鼓励大家多多的在家里头阅读 台北市立图书馆eBook Type A 电子书平台调整了G次的服务 从6次增加到了10次 同时可以借阅的测数也从10册调整到了20册 Ebook Type A电子书平台现在有超过了66000种电子书 还有302种的杂志 包含了有声资源还有绘本 另外北市图还有各种电子资源 像是英语学习的Tumbo儿童电子书 还有亲子共读的格林咕噜熊亲子共读网电子书 都开放给市民朋友们在管外使用 以及5月26号星期三台湾将再次见到月泉石奇景 虽然三年前台湾也曾经见过月泉石 不过这次刚好碰上了今年最大满月 将会是一场格外精彩的天象大秀 而这样子的巧合并不常见 台湾上一次见到是在1997年 下一次要再见到要等到2033年10月了 月泉石以肉眼观看就可以了 使用手机或是普通的相机也很容易拍摄 那么台北市立天文馆将会在当天提供线上直播的服务 让大家可以安心在家欣赏这一项天文奇景 最后 最近疫情相当的严重 确诊人数越来越多了 四组如果发现自己是确诊者 那家中的宠物怎么办呢 台北市东宝处也启动了独居确诊案例的犬猫安顿配套机制 要是确诊者家中饲养的犬猫没有亲友可以照顾的话 动宝处会派人到确诊者的家中来救援 并且安置在动宝处单独的隔离龙舍当中 每一天都会有专人定时照料还有清扫 犬猫紧急安置费用每天是200元 收费上限3000元 而要是猫犬生病 有医疗处理的需求的话 得要由四主负担猫犬的就医费用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要是想要了解的更详细的话 都可以到各局处的网站上来做查询 而在节目的最后 也要再次的呼吁大家 疫情现在还是非常严峻的阶段 所以不可以放松 防疫的神经仍然是要紧绷 也呼吁大家 要是没事的话 就最好乖乖的待在家中 减少不必要的出门 而要是一定要出门 也千万要记得 全程戴上口罩 并且做好食帘制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一起防疫 让我们一起战胜病毒 今天的你好台北市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